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内容就是对这个正在发生的时事 一个是中东乱局 特别是利比亚 这个做一点我的分析 再一个就是对日本地震 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 做一点分析 今年应该讲好像是个多世之年 这个事情非常的多 包括这个一转年 我们老的一个寺庙 就百歪下时他们发生军事冲突 那个另外在克什米尔也有问题 巴勒斯坦以色列也有问题 就是今年世纪很多 但是毫无疑问 就是最引人关注的事情 应该是两个 一个是中东乱局 一个是我们旁边邻国 日本的大地震 应该是这么两个事 所以我就最突出的两个事 稍微做一点分析 这个特别是中东乱局 应该讲现在我们国家还是挺关注的 因为他担心他影响到我们 那么中东乱局呢 截止到目前大概是有三个阶段的发展 就去年12月底 在北非的一个小国家 叫突尼斯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小城 这个小城里面呢 这个有一个小贩26岁 那个他是一个高中一业生 没有工作 然后他就自己去卖东西 卖那个塑料花 结果呢 就是也是被那个城管给 把东西给收了 那个收完了以后呢 他要不出来 他就在那个市政府面前啊 点火自焚了 好 然后这个事情呢 被人家用那个手机拍了 拍了以后呢 这个 拍了以后 就放到网上 放到网上 形成全国性的这种抗议运动 那个 然后这个运动呢 弄了12天了 那个 执掌 突尼斯 24年之久的这个总统 叫本阿里 就 这个 下台了 因为突尼斯的国花 叫茉莉花 所以西方舆论把这个运动呢 叫做什么呢 叫茉莉花革命 呃 然后 由 突尼斯引发了这场社会动乱呢 就 就延续到他的邻国 埃及 那么埃及 老百姓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会 那么 18天以后啊 执掌埃及 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总统就下台了 呃 然后 这个动乱呢 就涉及到 几乎所有中东的国家 野蛮 巴林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这个 呃 叙利亚 伊朗 呃 约旦 都有 甚至这个相对稳定的 中东的老大 沙特阿拉伯里面也有这个 这些问题 所以 这是第一阶段 就是纯粹的社会动乱 这里面还没有什么动刀动枪的 那么第二阶段呢 就是这个运动到了这个 就二月十五号就到了哪呢 到了这个 利比亚 那么 到了利比亚以后呢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个卡塔夫亚 确实是动用武力比较厉害 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 然后呢 这个 反抗也比较激烈 很快呢 就是反对派就夺取了好多城市 而且把自己武装起来了 就形成了一种内战的情况 它不是政府对平民 而是两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形成了内战 然后这样就弄了一个多月 这个月的十七号 西方就开始介入 西方介入主要是英国 法国特别的积极 然后呢 他们成功的说服了 阿拉伯国家联盟 还有非洲国家联盟 支持搞一个东西 叫禁飞区 就是不让那个 卡塔菲的飞机飞起来 轰炸那个反对派 因为反对派有武装 但是呢 他的武装比较弱 都是闪兵游泳嘛 而且没有空军 所以打不过那个卡塔菲 然后那个西方想帮忙 怎么帮忙呢 不让那个卡塔菲的飞机飞起来 然后他就说服阿蒙和那个飞盟 然后在 三月十七号 那个 在阿蒙非盟的推动之下 联合股啊 就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呢 叫1973 1973号决议 那个 那么这个 在这个决议讨论当中啊 我们中国是保留的 这个 最后呢 决议是通过了 十票赞成 五票弃权 我们中国就属于弃权票 那么 恰恰是这个决议呢 有一点点问题在里面 就是说他授权这个搞清飞区 而且呢 还加了一句话 就是授权别的其他国家 用那个叫地面武装以外的 其他手段 制止这个战争的扩大 那么 然后两天以后 就是19号 当地时间是晚上傍晚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时间呢 是20号凌晨的 就12点45 这个时候呢 英国 美国 法国 他们三家就联合发起了 对利比亚的攻击 这样这个活动 这个中东乱局啊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西方进行军事打击的阶段 这是这一个多月以来啊 不 应该讲是三个月以来啊 中东乱局发展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内部东乱 第二阶段是利比亚内战 第三阶段是西方进行军事打击的阶段 那么利比亚呢 目前呢是已经卷到战争了 里面有内战 外面有西方的打击 那个 所以呢 现在这个局势非常的这个 严重啊 那个 那么我们中国呢 这几天连续表态 我们是反对动用武力的 我们同意搞近飞区 但是反对动用武力 打击人家的地面目标 因为我们说我们原来给你的授权呢 就是不让他飞机飞起来 没有说让你去打他的那个地面武装 所以现在西方是越权了 中国现在开始发出批评的声音 俄罗斯 印度 巴西都批评 现在 然后呢 原来推动这个 战飞区决议的 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 现在都有一点往后退 这个 所以目前的局面呢 变成了就是说西方 纯粹的西方和一小撮国家啊 针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了 那个 那么 未来这个利比亚会有什么前景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啊 一种情况啊 是这个卡达菲政府呢 和反对派和解 这个他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一和解呢 西方动手的理由就没有了 那个这个军事行动是可以停止的 这是一种情况 但这种情况呢 可能比较困难 那个 因为 呃 卡达菲这边是在努力和解 但是反对派啊 现在好像不想妥协 反对派说你们家必须下台 没什么好讨论的 所以 这是一条路 我估计他这个政府还在做啊 但能不能做成 现在看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 呃 卡达菲继续战斗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西方呢继续干预 最后形成一种格局啊 是分裂 东伊利比亚和西利比亚分裂 这个可能性我看是比较大的 这个 本来利比亚这个国家 就是个部落社会 那个 然后呢 他有一百多个部落啊 他其中大的是三个 那么现在呢 呃 卡达菲自己所属的那个部落呢 在站在西边 坚决支持他的 然后反对派呢 后面有两个大部落 这个 所以双方内部力量 其实差不多 现在 势均力敌 那么从纯军事角度讲呢 卡达菲的部队还是强一点 毕竟是正规军 那个 反对派力量要弱一点 但是现在 反对 反对派后面不是有西方支持吗 而西方力量呢 是比那个卡达菲强 强大多了啊 所以大概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 就是说那个 呃 形成某种僵局 第三种可能性呢 就是西方呢 不愿意卡达菲待下去 所以呢 干脆就最后就出兵了 这个出兵呢 就把卡达菲给推翻了 这个 以西方现在的力量啊 那要推翻他 我想进去个一万人就够了 卡达菲 就是阿拉伯国家啊 他那个 军队的特点是装备不错 但是不会打仗 这个 很多年前 1996年 卡达菲的正规军 向他南部的一个 黑非洲邻国 乍德发起进攻啊 这个 这支部队有120多辆 正尔八经的坦克 特七二 就苏联的坦克 当时那个 乍德是很穷的一个国家 他没有坦克 整个国家没有坦克 最后呢 这国家怎么办呢 就弄了一批 那个丰田皮卡 小丰田皮卡 上面装一些反坦克导弹 结果 一打就把那个 卡达菲的120辆坦克 打掉了83辆 消灭他几百人 然后乍德这边 只伤了19个人 这是一场 在非洲发生的 著名的战争 叫丰田战争 所以我们网民 经常在开玩笑 非洲这些国家 其实我们中国的武官呢 这个花点钱 收买一些那个 当地部落啊 我们几个武官 可能就可以横扫北非了 那个 他们不会打仗 就是 所以第三个前提 就是如果西方地面干预 那卡达菲是下台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下台以后呢 就情况比较复杂 下台以后啊 西方就得留在当地 扶植一个亲西方政权 这个 然后他就面临困难 就是找哪些家伙可靠 因为反制服武装 也是这个良有不齐 里面什么人都有 里面还有基地分子 恐怖分子也有 然后有亲西方的知识分子 这个大学生 然后有当地的部落长老 还有那个 伊比里德王朝 就是卡达菲69年 推翻的一个王朝 那个王朝的家人还活着 他们家的儿子 孙子也都回去了 想恢复这个王朝 所以有王朝分子 部落分子 恐怖分子 还有那个青年知识分子 他就是非常复杂 那个 到底谁能控制未来的利比亚 不好说 那个 所以如果出现第三个前景啊 就是西方出兵 推翻 卡达菲 那那个 其实后面的问题 不比现在小 更大 那个 所以大概我推算 未来三个格局吧 和解 僵局 然后呢 那个是那个西方出兵 把它推翻 大概是三个结局 那么我们现在跳开利比亚 对这三个月以来 中东乱局的形成的原因 做一点点总结 那个 中东这些国家 他 最近这乱的比较厉害呢 是四个原因组成的 一个呢 是经济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社会 最后呢 就是技术原因 技术原因就是英特网 这三 四大原因 那个 第一个原因 还是经济原因 就是这些阿拉伯国家 应对现代化 始终应对的不好 那个 我们中国人呢 对自己国家 一百年的历史 是不满意的 是吧 我们觉得过去 是屈辱的百年史 老被人家欺负啊 今天 实际上也还是 经常受委屈的 在国际上 所以我们中国人 对自己的地位 不是很满意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跟阿拉伯兄弟 比一比啊 那我们还是 比他干得好多了 那个 所以他应对 现代化不好 这是第一 大背景 还有呢 过去二十年 这个现代化 进入到一个阶段 叫全球化阶段 就是苏联东欧集团 没了 没了以后呢 美国这一套体系啊 涉及到 推演到全球 那个叫全球化 那么 那么在过去二十年里面 全球化呢 阿拉伯世界的表现 应该讲是特别的不好 这过去两百年 现代化不好 过去二十年 这个现代化 全球化不好 那个 特别是过去二十年呢 相对于我们中国 所在的东亚 它的表现就更差一点 那个 这个 这个都是为 他现在的很多困难 埋下了这个伏笔 那个 一个月以前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专栏评论员 就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 这个人叫汤姆弗里德曼 他写过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 然后有中文版翻译到中文了 这个老兄呢 一个月以前呢 写的一篇文章 那个 然后这个文章呢 他是有点死坏的 他怎么死坏呢 他就是想把这个 中东乱局的原因 归在我们中国身上 说是中国人害的 那个 他里面举了几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突尼斯 这个国家呢 曾经有过一个不错的纺织业 这个国家很小的 总人口是一千一百万人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深圳那么大小 就人口跟深圳一样大 但地方要大多了 地方是十八万平方公里 地方很大 人呢就是一千一百万 那个 那么原来在这一千一百万当中呢 有八十万人呢 从事这个纺织业 所以给他解决挺大的 就业问题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从零六年一月一号开始啊 我们中国对外的纺织品出口的配额就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 中国纺织品是很少天下 那个 然后突尼斯这个国家啊 从零六年一月一号到今年发生事情 没有得到一美分的海外订单 一个海外订单都没有 就被我们中国给打垮了 所以他只靠国内老百姓那个穿衣服 那一点需求 所以这个国家的纺织业啊 有八十万人一下减到多少人呢 现在只共用了六万人 你想也就意味着他增加了七十万人失业 是不是 在在在在在在一千一百万当中 七十万人失业 什么概念呢 他就是基本上是百分之七的失业率 百分之七的失业率 在我们中国我们十四亿人当中 什么一个概念 就是八九千万失业人 八九千万人一下就失业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 是不是 那个 这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他应对全球化不好 然后导致自己的困难 经济困难 然后那个汤姆弗里德曼 举的第二个例子呢 是埃及 埃及这个国家有一种手工业 就是造灯笼 这个国家啊 跟我们中国习俗有点相似的 就是在他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要挂灯笼了 那么这个这个灯笼的每年需求挺大的啊 这个所以构成当地的一种重要手工业 那个 这个灯笼呢 原来呢 就是用泥楼河上的一种草 然后稍微这么倒吧倒吧 然后变成一种保纸啊 做的一种灯笼 然后这个汤姆弗里德曼去年七月份 去那个埃及 这个正好赶上那边的一个摘月啊 然后呢 他就发现说埃及开罗 所有家庭挂的灯笼 都是我们浙江一屋造的 全部都是塑料的了 然后里面点一个小灯泡 就是又好看又安全又便宜 那个 这对我们中国是好事 可是对他们当地的手工业是一个灾难 那个 这个当然是美国人的一种说法 就是他想把责任推给我们啊 那么我们跳出来 那个做客观比较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他应对全球化不行 中国是赢家 他是输家 那个 那么 这是两百年现代化不行 二十年应对全球化不行 然后还有一个 过去两年多 就零八年底 世界就进入了金融危机 对不对 那么到去年底出事 两年多 应对金融危机啊 他特别糟糕 整个中东北非国家 他们经济是高度以赖 欧洲的 他衣服性很强 独立性很差 那么 可是过去两年呢 这个 欧洲国家本身就自顾不暇 那个 很惨 所以呢 这个 以赖性很强的这个 埃及啊 突离斯啊 他们经济就不好 就进一步恶化 那么 再 再讲那个最后一个压倒 骆驼的稻草 就最后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通货膨胀 去年 这个 这些 这些中东北非国家的 那个粮食啊 疯涨 通货膨胀都是 百分之十二 十三 我们国家的CPI 去年是三点二 是吧 那个 这个 然后粮食价格呢 我们涨了十五 他们是 总通货膨胀是十二 是我们四倍 然后粮食价格通常是涨了 百分之五十以上 去年那个全球粮价上涨是二十九 那我们国家呢 通过这个 补贴啊 还有那个价格控制啊 这种 就是 他在讲是靠那个行政手段啊 财政手段 我们国家粮价是算控制的 算好的 但是 是不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已经哇哇叫了 一年十几的涨价 是吧 那个食品涨价 我们老百姓已经哇哇叫了啊 中东这些国家都是涨百分之五十五十以上 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他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这一来一去啊 就成为 就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 所以 这个两百年应对现代化不行 二十年应对全球化不行 这两年应对经济危机不行 再加上最后一击 最后一个通货膨胀 这个地方是必然要出事 谁让他管着都倒霉 所以这是出事的第一个原因叫经济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叫政治原因 这里面有三个要点啊 一个呢 这些国家的政治啊都叫强人政治 都是有一个领袖特别强 然后这个领袖呢 执政时间很长 那个目前都是老头了 都是八十岁以上了 那个 然后呢 那个 而且都还有一点小心眼 想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 这个跟世界潮流是格格不入的 世界的潮流啊 叫权力 去私有化 财产要私有化 权力要公有化 这是世界潮流 那么这些国家呢 应该讲他这个 这个方面是做得不好的 强人政治 而且越来越私有化 老百姓受不了啊 那个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政治上的要点是什么呢 就这些国家 他还是一个半封闭政治体系 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呢 有一个共词 就是这个政治体系 如果是完全开放的 就特别的自由 然后呢 老百姓天天的骂 而且一开始呢 都是骂政府 最后呢 政府没什么好骂 就开始相互骂 骂了几百年下来以后啊 这个社会会非常稳定了 人就麻木了 那个 所以完全开放的政治体系啊 最后是稳定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也非常稳定 就是完全的这个封闭体系啊 也没事 就完全开放 完全封闭都没事 糟糕的就是半开放体系 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么中东国家 全部都是半开放体系 第三个这个政治要点是这样的 就是这些国家呢 他都是伊斯兰国家 是吧 然后他有非常强大的宗教势力 所以客观上 在世俗政府以外 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个反对派 客观上都有这样一个力量 他随时可以起来啊 说话 那个推翻政府 这是 这是我认为叫政治性的原因 有这么三个要点 那个 那么再下来 第三方面原因叫社会原因 社会原因呢 是这样的 一个社会原因是 全球好多地方都有的原因 就是这些地区啊 腐败很厉害 然后贫富方化非常厉害 社会不公正 那个在这地区非常严重啊 但这个很多地方都有的 我们不说他了 这个地方 社会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就是人口 这个 阿拉伯世界现在的人口 非常的年轻 这个 像突尼斯 年轻人呢 能占到人口的一半 埃及呢 更多 埃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 能够占到总人口的55 那个 那么年轻人多代 如果用得好 是非常好的 他是个宝贝 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 是吧 但是如果用得不好呢 这个年 就是一个祸害 就是一个这个干财烈火 那么 在阿拉伯世界的情况 就是年轻人普遍用得不好 年轻人多 可是都没有工作 他们的 每天做的事情 就在街头晃来晃去的 寻衅知识 就是这个 那个 这里附带有一个理论问题 就是 人口啊 一个人力资源 要把它变成资源 而不是包袱啊 它有三个关键点的 这三 这三个关键点 应该讲 阿拉伯世界都没有解决好 那个 就一个生物人 要变成一个 非常有用的 这个 劳动力啊 他要解决这三个要点 第一 就是这个小伙子啊 要有干劲 就是不能是二溜子 好吃懒做 那就不行了 是不是 我至于说小伙子 因为阿拉伯世界 大家知道啊 那个妇女啊 你们妇女同时 是没有工作权利的 那个只能在家里待着 出门呢 要全部包着 就露两个眼睛 而且自己不能出门了 自己也不能开车 那个 得丈夫陪着 或者小时候 父亲陪着 兄弟陪着 那个 所以那里工作的 就是小伙子啊 那么这帮小伙子 要能工作 第一就得有干劲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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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懒做 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呢 你得有技能 就是有一定的知识 你光是傻大客 会搬一个砖头 那不能搞现代化 是不是 第三个 很重要 要有纪律性 这个 要服从管理 因为 现代化呢 是有两个轮子 推动的 就是有两个路径 一个路径 就是科学知识的进步 这是导致现代化的 一个路径 现代化 第二个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就是合理的分工 越是现代化的国家 它分工就越好 越广泛 深入 合理啊 那么 但是呢 就是社会一分工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需要人们啊 会进 可以进行沟通 可以要服从纪律 否则呢 就是大家都不服从纪律 乱来一起啊 它就不是分工 而是分裂 分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一个 生物人要变成一个良好的劳动力 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 工作的干净 工作的技能 还有第三个 工作的纪律性 那么这三个东西啊 阿拉伯世界的青年人 特别是那帮小伙子 都没有 忍耐好事懒做 然后呢 教育水平很差 然后呢 那个 第三个 脾气还特大 不服从管理 那个 所以呢 结论是怎么 结论就是 这帮小伙子们呢 他主要的任务就是捣乱 那个 不能那个 有效的这个 工作 那个 OK 这是社会原因 最后一个原因啊 是技术原因 就是 坦率讲 就是英特网的原因 要没有英特网 这个事情 闹不了这么大 那么英特网 这个东西呢 对我们 做管理的人来讲啊 还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东西啊 那个 因为英特网有一些特殊性 跟过去的技术有点不同 一个 英特网来了以后啊 一般老百姓之间进行政治动员 那个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我手机上面五百个号 我发一短信 这五百个兄弟 一瞬间 几秒钟以后都收到了 对不对 你要把它查出来 找出来 那还费半天劲 它是进行社会动员 很简单的 所以英特网就改变了 社会动员的形式 然后呢 那个 英特网呢 还改变了社会管理形式啊 就传统社会啊 管理方法有一个诀窍 就是要信息控制 一般来讲呢 就是一个人级别越高 官当的越大 他看到的红头文件就越多 知道的信息就越多 是不是 然后根据你的级别 他一层一层的给你透露信息 这是传统的社会的管理方式吧 英特网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一个事件出来 一放到网上 一训间啊 他是同时 这个信息是同时到达总书记的桌子上 也同时到达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宿舍 这个时候你进行信息控制就不行了 这对那个管理技巧啊 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你不能像过去这样说 吓唬人家 说这个事你不知道 我才知道 那个 你用这个控制不行了 这个 现在就得 就是你要显示出更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那个 这是另外一个挑战 英特网还有一个挑战什么呢 就英特网是比较容易夸大社会阴暗面的 那个负面的新闻会传递的比较多的 所以他会化解政府公信力 化解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的 那个 英特网呢 他那个互动性很强 就是他不断的信息上来 然后呢 由你这个个人去选择那个信息 你跟他强行灌输很难 是吧 然后这个就碰上一个信息传播的规律了 传播学告诉我们呢 我们人的天性呢 最爱看的信息是什么 是让你恐惧的信息 就人心很奇怪的 人的性格就是又害怕又想看 那个越害怕越想看 就是让一个人恐惧的信息 这是流传最广的 然后呢 第二种传播快的呢 就是让人呢 气得发抖 气得捶桌子的信息 一般好的信息啊 是不会传播很广的 比如说你打开这个页面 上面有五十条那个新闻摘要 其中比如说第二条是 今年北京夏凉诱惑丰收 是吧 然后肯定是没有任何人去点它的 知道吧 然后呢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比如说那个 随便瞎讲啊 就是比如说点盐 里面有毒 什么的 然后大家赶紧去看一下 这就是传播学的基本规律 这是千百年来人的那个天性 没有办法的 那个人呢 第一喜欢恐惧的东西 第二喜欢让你愤怒的东西 那个 实际上第一个传播特点就是构成了 古今中外千百万年来众多江湖片子生存的基础 江湖片子怎么生存呢 他就吓唬人 是吧 他会盯着你 一个陌生人盯着你啊 左看看右看看 然后告诉你说你这个下面有一块死亡斑了 那个 活不久了 把你吓得够呛 那个 然后给你出路 怎么出路呢 你请你买我的大力丸 对不对 古今中外的那个江湖片子都是这么一个逻辑 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人的天性 就有这个东西 人呢 喜欢恐惧的信息 那个 那么这个跟英特网联系起来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 就是英特网上一般来讲 负面信息传传播是非常广 非常快的 那个他会夸大社会矛盾 导致人们的愤怒啊 集体愤怒加强 那个 然后对政府的要求很高 你政府做了九十九件好事 是正常的 他不感谢你的 做了一件坏事 那你是非下台不可的 对不对 这就是构成 那么这些英特网时代的新因素 对传统的这个统治啊 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那个 那么像这些中东国家 都还没有学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当前面的几个矛盾 就是经济的 政治的社会矛盾爆发以后呢 这个 印度网就把这些矛盾夸张 夸张以后形成社会运动 OK 这是我对这个中东乱局啊 他的来龙去脉的这个一个一个大致分析 就是四大原因 那个 那么这些中东乱局对我们中国有哪些启示呢 我觉得第一个启示就不要紧张 中国跟他们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 中国那个 经济还是很好的 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我们经济还是往上走了 他经济往下走 那个 所以 然后我们社会结构也比他更合理一些 权力结构也合理一些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 首先是不同 所以不要太紧张 不要反应过度 那个 第二个呢 是 也不要夸张这个美国的作用啊 现在还是有一部分认为 这个中东出现乱局 是美国人在那里倒乱啊 这个应该不符合事实 他就是内部很多矛盾没解决好 那个自发的一个运动 所以美国在运动出来之后啊 他也是手忙脚乱 应对得很糟糕的 第三个结论就是 对英特网呢 也不要夸张 就没有前面我讲到的经济原因 社会原因 政治原因 这个英特网的作用也起不了的 英特网是个附加的原因 那么 所以把这些东西那个 讲完就是 这个 不同吧 那个我们就要有信心啊 但是呢 我们当然也要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啊 这有这么几个教训 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 这个经济发展呢 还是要汇集老百姓 那个这个要改变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在反腐败 这个社会公正方面啊 要高举大旗 这个旗子要举得高高的啊 但同时还是真要做一点事 第三个呢 要解决好就业问题 要解决好就业问题 那么从那个中东北方来 就可以还有一个启示 就特别要注意解决好这个 大学生就业问题 因为这帮家伙闹起来啊 他闹得比较有水平 组织性很好 那个 所以是力量的中间 所以这一块要解决好 第四个呢 对英特网啊 不要拒绝 不要关掉它 那是什么 要积极地引导 英特网有很多新特点 但是呢 你用的好呢 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这个 这是几个启示啊 那个 最后呢 对这个中东北非乱局啊 它的影响啊 我做一点评估 中东北非乱局啊 对我们有这么几个负面的影响 首先 我先排一下位 就是 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还在发展中 那个 最后的结论呢 现在还不能下 现在是阶段性结论 阶段性结论是这样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有几个国家是苏家啊 首先是阿拉伯国家是苏家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呀 在乱了以后更糟糕 它不是进步 而是更糟糕 所以阿拉伯国家苏家 第二个那个 可能这一次损失比较大的是欧洲国家 因为欧洲国家呢 历来 是把这个 和那个中东国家关系挺好的 因为中东这些国家原来都是 欧洲的那个殖民地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出世的利比亚 还有最早出世的突尼斯 都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埃及是英国的 它旁边摩洛哥和阿尔及 那是法国的 所以这些国家历史上是它殖民地 现在跟他们关联也很多 未来啊 欧洲是把中东北非 当作他们家的滞留地 当作他的那个后院来考虑的 后花园 那个 所以他们有个很大的计划 叫地中海伙伴关系 就未来欧洲想把地中海 这帮阿拉伯国家绑到他的战车上 为他服务啊 形成分工 欧洲走走高端 他们走低端 现在这一乱呢 欧洲这个地区合作布局就乱了 就没有了 对不对 另外眼前欧洲就面临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北非地区的难民往那里跑 现在意大利好几个岛已经堆了十几万难民 那个如果局势再乱了 甚至可能有一百多万难民过去 这个对今天的欧洲是很头疼的事情 欧洲本身经济就不好 社会内部也不稳定 那个要压过去一百万难民啊 对他们是个灾难 事实上这个利比亚 卡达菲这个老兄啊 这两天就吓唬欧洲 说那个原来啊 我一直给你们帮忙 就是那个我沙哈南以南的 那个黑非洲的老百姓 一直想偷渡到欧洲去 谁帮你管着 我帮你管着 以后老子就不管了 我就让黑非洲这帮兄弟啊 全部跑过去 所以他提了一个问题 难道你们欧洲人想把欧洲变黑吗 那个 OK 所以第二个苏家应该是欧洲 阿拉伯欧洲 第三个呢 应该是美国这 是有损失的 美国损失比较大的 因为原来这个中东这个地方的局面呢 还是美国人管着的 整个局面它布局布得很好的 土耳其 埃及都是他的铁哥们 他自己的小兄弟是以色列 这是他们家的亲戚 他一定要保护的啊 然后呢 他周边有个三角 保护着以色列 一个是沙塔拉伯 一个是埃及 一个是土耳其 现在这局面一乱呢 就是最后的走向 他也就搞不清楚了 那个以后比较危险的 就是埃及啊 可能会出现一个 穆斯林兄弟会政权 这个呢 是跟伊朗关系非常好的 如果出现那个格局啊 那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的 那个 所以美国对未来的中东前景 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忧心忡忡的 那个 然后就是他最后让这个局面啊 控制住 对他有利 他起码要花一段时间的 这个精力在那 是不是 这个对我们中国是很有利的啊 这是影响方面 对各家的评估啊 最大的受害者是阿拉伯老百姓 自身 歧视欧洲 歧视美国 那么至于说我们中国呢 我的评价啊 目前这个事情叫利大于弊 我们中国呢 在这个中东乱局当中啊 有几个弊 就几个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啊 就是我们中国在那投了不少钱 这个钱呢 要损失一部分了 那个 我看昨天那个商务发言人姚坚 就说了我们在那里 一共合同金额是多少呢 一百八十八亿美元 挺大一个数字的吧 那个 事实上 前几天我们中国政府去利比亚撤侨 很多网民就感叹 说我们没想到 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中国人 是不是 六百零二万人的一个利比亚 里面竟然待了 大概有四万多中国人 中国人是挺厉害的 到处跑 那个我们撤出来了 三十二天 撤了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人吧 那个那里面还有几千人呢 所以一共是四万多人 那个 那么 人那么多意味着我们投资很多 投资呢 看来就要损失一部分 这是这个事件 对我们不利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由于中东乱局 于是石油价格疯 现在又涨了一百零五以上了 然后呢 石油价格一涨呢 所有产品都涨价了 那个就导致一个问题 叫输入性通货膨胀 我们国家政府正在压通货膨胀吧 现在它会来一个反例 输入性通货膨胀 第三个呢 就是未来的石油安全 稳定的石油供给是困难的 这是我们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地方呢 有这么几个 一个呢 就是事件出来以后 中国政府的应对还是好的 特别是从利比亚 这么短的时间 12天 测出了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人 这个是全世界都还是非常佩服的 因为大家知道 利比亚离我们挺远的 飞机啊 直飞 就是不落弯 直飞距离是多少 九千五百公里 很远很远的 中间有十几个国家 那个 那我们竟然能够12天测出来啊 是不错的 大部分是回来了 而且很短 全世界都是佩服 这可以叫做一个国家形象篇 就我们国家形象有点正面恢复 这是收获之一 第二呢 最大的收获就是战略机遇 那个 他的地方一闹 我刚才讲了 美国老不管怎么样 得花点时间留在他了 那对美国把战略东移 东移到东亚全力以赴 对付我们是有好处的 是不是 他至少得忙一段时间吧 这是最大的好处 叫战略机遇期 最后一个好处呢 是这样 这些中东国家 在事变之后 大部分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啊 是有距离的 这个 然后他会向东看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政治影响会扩展 这是 所以总的结论就是这个事件了 大概对我们是力大于弊 那个 OK 那么下面我就日本地震呢 稍微说两句啊 日本地震呢 可以说是今年开年以来 仅次于中东乱局的一个大事件 那个地震强度非常的高 九级地震了 在人类有记载的地震史上啊 是第四大地震 前面有一个九点五级的自立地震 然后有一个九点二级的那个加州地震 然后是那个 印尼04年12月26号的那个九点一级地震 他是排在第四位 那个 当然他还比较幸运 他是在海里面 还没有在路上 这个地震要发生在日本本州岛啊 我估计 损失会非常大 因为 日本算是抗震做得非常好的了 他所有的建筑都是抗八级地震的 所有的建筑啊 但是这个九级要是发生在那个什么 发生在岛上 他也不得了 我估计损失会非常大 那个 那么 现在情况是这样 它是发生在这个仙台外海 一百三十公里的地方 所以 结论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主体灾难 也就是地震本身造成的损失还是不大的 因为日本那个本身建筑很好嘛 人的训练也还不错的 再加上我刚才讲那个 它的那个震源是在那个外海一百三十公里处 到了这个地方已经给压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次地震就是说主体灾难呢 问题不大 它受损的主要是次生灾难 一个就是海啸 现在看来可能得两三万人就没了 那个还有一个呢 次生灾难就是核泄漏 那么 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啊 九级地震 但比较幸运 在外海 然后呢 主体灾难影响不大 次生灾难大 那么 现在国际舆论在一般评价之下 就日本老百姓呢 现在看起来 应对灾难那个 数字不错 就人很有纪律 很平静 那个 自我约束很好啊 那个 大家评价都不错 但是呢 现在国际舆论一般认为 就是说日本政府 现在看来是有问题 就是在抗政救灾这个方面啊 好像是不如我们中国 那个 那个路啊 乱了以后啊 就让他瘫着 那个 自卫队出雾出动 犹犹豫豫豫豫豫啊 那个 所以 现在大家基本上评价就是说 在 应对自然灾害 这种个人表现 就是老百姓的表现 日本是非常好的 但是 在灾难之后的抗政 纠灾的组织能力方面 也就是政府能力方面 日本是比较差的 比中国差远了 这个 这是对日本地震的一个大致评估 那么 下面现在的关注点呢 就是看影响 一个是眼前的技术影响 大家就看 说那个福岛一号核电站里面六个技术 能不能把问题给他控制住啊 我看最新的情况呢 好像还是向好 能控制住 那电开始恢复了 然后呢 那个冷却水开始 大概今天就可以启动 所以大概能够控制住 但是一定的核污染已经造成了 那个 当然是很浅的 主要是在他周边 这个五六四公里的地方 肯定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前几天我们这里抢盐了 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事情 外国人觉得很奇怪 那个东西啊 其实离我们太远了 知道吧 那个 这个后面 抢盐这个事情 说明一个社会新现实 就是有商家在后面操作 商家把灾难 可以当做一个赚钱的机会呢 这是需要警惕的 一个新的社会现象 那个 那么就我们中国 对日本的灾后表现呢 总体上国际舆论评价是好的 我们国家呢 人很多 然后每个人都很聪明 都有表达欲啊 所以呢 在网络上呢 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声音呢 中国政府表现的 那个非常大度 对吧 有气度 那个胡总啊 温总啊 那个都表现不 都是 及时的那个传达了 中国人民的那种 这个关切之情啊 那个社会呢 也还可以 我们也给了很多援助 就总 总体来讲 我们中国这一次在日本灾难之后啊 表现了一种 这个人类大爱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国际舆论呢 总体还是评价 非常好的 那个 那个那个 当然就是极端的声音 永远是有啊 这是未来 我们得适应 未来是个多元社会嘛 这个出了问题 前人 这个前种声音 很正常 那个 我本人参加了 那个环球时报 一个 一百个学者的 那个倡议 就是向日本伸出 温暖之手 然后每个人捐了一千块钱 抽了十万块钱 给日本试官 但其实我们同时 每个人捐一千块钱 给那个银江 地震都做了 然后我看那个 有一部分网民就急了 他们也在搞倡议 在网上 要把我们这一百个学者 送到日本去 那个 但那个我觉得绝对是 自流对吧 应该是边缘化的 主流啊 我觉得还是 展现大爱的这一面 那个 我觉得事情要分开 就是说对日本历史上的战 我们是一定要让它还的 是吧 那个我们之间的利益之争 我们最后一定要赢的 我们以后不光是要拿钓鱼岛 这是两把说的历史的杖要算 现实的利益要争 但是 在这种灾难的时候啊 你还得表现人类普遍之爱 特别是中国 是未来的世界超级大国啊 你得有点气度 不能太小气 OK 最后我谈谈日本的这个地震的影响 影响是这样的 总体来讲呢 日本经济还是受损失的 而且损失还不小 大概呢 日本自己的估计啊 这一次 它的损失呢 是 直接损失两千多亿美元 那个 两千多亿美元 那个 然后恢复需要五年 那个 所以经济上讲啊 日本是有点损失的 那么我们内部估计呢 这个未来 中国是在日本重建当中 我们可能是个赢家 因为未来日本重建啊 那个水泥啊 钢啊 那个装修材料 应该都是我们中国的 所以我们中国对日出口 应该是大大增加的 这个会解决更多的就业 那个 大概经济是这样的啊 就是经济 日本有点损失 然后 它这个损失对它以后的 恢复呢 也有一定的动力 这个 因为日本这种国家啊 很老了 很成熟了 那个房子建在那儿啊 也很难拆 那个 它法律保固挺好的 现在啊 这个水泵一冲 房子全没了 也不用拆了 得重建吧 也免得个拆除费 所以呢 这个 所以 这两面说就是 这个灾难 就是个灾难 是吧 很悲哀的 但是呢 灾难之后的经济重建呢 对日本可能还有点好处 但是在经济重建中 它一定要依赖一些资源 是吧 那么中国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可以赚到一定的利益的 那个 那么影响 这个日本地震影响呢 那个比较正面的是这个 就是说 大概日本和邻国 有争端的这些国家 关系会好一点 日本地震之后 俄罗斯 韩国 日本 我们三家跟他都有领土之争 应该讲都表现得不错 都给他 就是很真诚的啊 给他援助 那个特别是中国的援助力度 要更大一些 效率也比他们要高一些 很多国家是光说不练啊 我们国家是 行动能力是可以的 那个 那么 日本老百姓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讲 这个危机过后啊 或者灾难过后呢 这个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会好一些 那么这个对未来一段时间 中日关系的政治稳定有好处 这个 OK 这是关于这个 今年啊 这两件大事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提出来 供大家批评 下面呢 我就准备我 转到我准备的那个讲稿上面去了 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对去年发生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做一个总结 然后对今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做一个展望 主要是这些内容 那个 我这里先技术上讲一下 我呢 因为十一点半就要走了 所以我这里 我们就不休息了 然后大家如果需要上个厕所啊 抽烟呢 你们就自己出去好了 那个 我就 我在这里一直就讲了 中间就不休息了 那个 下面我就转到这个 跟时事不是那么远的那个 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总结去年形势 一个是展望今年形势 这个去年的国际形势啊 那个也是这样 很复杂 事情很多 但是我觉得 有如下八个特点是最重要的 记住这八个特点 应该去年的国际形势呢 就大局在握了 就大概就知道了啊 去年呢 就是一零年 它的国际形势主要有这么八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世界经济啊 这个发生了两极风化 这个 是这么一个风化法 就是有一群国家 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他们去年的势头非常好 经济增长率非常高 像我们国家是十点三 印度也非常不错 印度去年的增长率 能够达到八点七 那个巴西是七点多 俄罗斯也六点多 非常好 那个 就是这是一群 有十几个这样的国家 像越南啊 印尼啊 土耳其啊 南非啊 都属于这种国家 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十几家 属于原来穷国当中 比较大的那些国家 这些国家呢 那个总人口 大概能占到世界百分之六十 所以 这是去年 这个世界经济的一块 一群国家 十几个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经济发展势头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到了 出了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那个像我们国家 去年通货膨胀 大家已经 哇哇叫了啊 已经有点不满了 其实印度比我们厉害 印度去年的通货膨胀 是达到百分之十 那个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是一种 世界经济的一种形式 经济的基本态势很好 导致了通货膨胀 那个 然后第二种国家呢 就是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 像欧洲去年增长零点七 美国呢是二 日本是三 那个 那么那些国家 面临的问题 就不是通货膨胀 它是什么 它是通货紧缩 所以两类国家 两类问题 于是呢 因为这个并不同 所以处方就不同 所以他们那个经济政策就不同 像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什么 叫收紧银根 所以我们国家在增加 银行的储备金率 对不对 然后提高承贷款利率 那美国在搞什么 搞这个定量宽松 这是 去年这个世界经济方面的情况 两类国家两种问题 于是两种对策 于是呢 这些主要大国之间的 在经济政策上是吵架的 一开会就吵架 第二个去年 国际形势的特点 就是世界上的这个第一号强国 美国啊 还是就是它的权威下降 那个美国应该讲 还是在可见的将来 还是世界的一把手 还是老大 世界的权力结构 还是叫一超多强 二十年前就是在冷战时期啊 世界的结构叫两极格局 因为有两个超级大国啊 一个苏联 一个美国 从九一年到现在 这个世界的格局叫什么呢 叫一超多强 一个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啊 其他呢 这几个强国一超多强 那么这个结构 现在还是没有变 美国老那个地位 还是很稳的 但是呢 由于美国内部问题 现在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它现在在外面的权威 有点下降 就说话人家没那么听了 它的权力还是很大 可是权威有点下降 这个原来它都不用 吼人家啊 就是真的这个 压抚人家 现在呢 那个原来就是 它十个眼色人家跟着跑 现在就是它十几个眼色 人家不跟着跑了 它必须出手压人家 才行 这就是一个变化 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它的权威有点下降 那个 美国现在内部问题 是比较多的 就是经济总体来讲 是有问题 就是它的经济呢 这个这么说吧 经济的账面数字还行 正增长 公司有利润 银行有利润 可是它经济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就业 老百姓感受不到 这个经济增长 这是它经济上的问题 政治上来 现在两党啊 非常的极端化 两党现在啊 因为经济不好 相互推责了 所以吵架吵得很凶 两党合作很困难 社会上来 现在是 它的中下阶层 中下中产阶级 现在火气比较大 所以大家是不是 最近看新闻 美国啊 枪击案的比率比以前多啊 那个社会矛盾也挺尖锐的 那个 另外集体心理也在微妙的变化啊 现在大概有六十九的人 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不看好 那个 美国这个国家呢 历来是非常自信的 他们的记忆 还真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么一个记忆 那个 但是 现在的美国第一次遇到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现在相信 他儿子这一代的生活 不如父亲这一代 这是美国建国两百年来 头一次出现的情况 过去的美国都是 美国人都相信说 我就是混得不好 我儿子一定比我混得好 那个 但是现在呢 好像这个趋势说 未来美国人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我儿子生活不如我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变化 那么由于美国现在这种经济 政治社会 集体心理都出现了变化 导致了结果 现在就是美国人 在外面的行为就变得比较小气了 那个 然后他的权威就下降了 这是第二个国际形势特点 第三个这个 10年的特点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地位提升非常的快 我们在去年GDP超过日本世界第二 这个呢 来了比大家想象的早 那个 而且外国人对这个GDP第二 关注度比我们高 我们中国人呢 觉得我们这么大的块头 GDP混到第二很正常 所以中国人没有什么感 那个激动的表现 很平静 但是外国人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对中国高度关注 然后随着他关注度的加强 和中国的矛盾也在上升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这样的 就是欧洲 日本俄国 这个三强啊 都面临着内部改革开放的压力 那个 我们国际关系学界呢 一般来讲呢 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 分别是中国 美国 俄国 欧洲和日本 叫五大力量中心 这是 六九年 尼克松总统 就美国总统尼克松 提出来的五大力量中心说 然后一直就用到现在 用了四十二年 那么按照五大力量中心说呢 中国美国排除 美国排除之外以后 我们关注的大国 就是欧洲 日本 俄罗斯 那么 现在这三强啊 都有 有问题 内部问题 就是欧洲呢 什么问题呢 欧洲需要改革 主要是 方向是两个 一个呢 就是要减少福利开支 第二呢 要增加经济的竞争力 大家那个 读报 应该有一个感觉 就是欧洲这个地方的福利是最好的 可以说叫做 从 摇篮到坟墓 国家都可以给你管起来的 福利是非常好的啊 那个 但是欧洲福利好呢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欧洲经济发达 物质基础雄厚 对吧 你没钱你搞什么福利呢 他原来福利搞得好 确实他原来经济不错 但是呢 几十年福利搞下来以后 现在他发现问题了 他搞福利的钱没有了 福利制度的物质基础没有了 而物质基础没有呢 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了 这个 所以现在欧洲啊 就必须得改革 改革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方向 一个要把福利减少一点 一个呢 要这个增加工作时间 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 但是现在做起来都非常的难 这个福利啊 给了老百姓以后是收不回来的 福利只能增不能减的 一减他给你闹事 所以减幅力很难 然后呢 下面一个出路就是增加这个竞争力 增加竞争力就要什么 无非呢 就是要那个 增加工作时间 增加劳动强度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也很难 那个 去年 在那个法国啊 法国总统萨克齐 试图做一个事 就是把退休年龄 从六十岁长到六十二岁 结果是不是引起了全国性的 长达一个月的大法工啊 当然后来萨克齐坚持做下去了 那个 但是现在这个余波未平还在闹 那个 所以他非常困难 现在欧洲 那个 而且事实上 那欧洲现在已经面临着一些具体的困难了 比如说 去年三月份 那个南欧的一个小国家 希腊就遇到了什么东西 遇到了主权债务危机 是不是 我们中国呢 在主权债务危机当中 还帮了他一把 帮了希腊一把 就是在美国人呢 调低他的那个 信用等级的时候 我们中国进去买了六十亿欧元的 希腊政府债权 这个对他帮助挺大的 所以这次希腊人投桃报李 我们从那个 利比亚撤侨啊 最大的接待方就是希腊 希腊给我们提供了四条 那个大型邮轮 对吧 邮轮很大的 一上去可以装个四五千人 很大 那个 很便宜的价钱给我们 那个 所以 那个 我们算去年做了一个好事 然后今年就得到好报了 那么 像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这些国家 现在 其实都有一个问题 叫主权战务危机 主权战务危机 其实就是一个迹象 就是欧洲 现在这一套生活方式 难以为继了 那个必须改革 然后我刚才讲 改革是比较难的 很难 那个 很多欧洲的战略家 私下跟我们 搞战略的人说 其实 现在的欧洲啊 非常需要一个强权 强力政治人物 就需要一个邓小平 欧洲需要邓小平 因为如果有个强力人物啊 就可以加快改革 那个 因为改革 大家知道 它前提是什么 调整利益嘛 其中有一部分人 要浪出一部分利益 那么人的天性 是很难浪出利益的 对吧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 强势领导压着 它很难改变的 那个 但是欧洲的体制 又出不来邓小平 他需要邓小平 又出不来邓小平 怎么办呢 欧洲的战略家都说 我们正在等待着一个 更大的灾难来临 只有灾难来 才能改变这个结构 OK 这是欧洲的情况 那么 五大力量中心当中呢 除了美国 中国 欧洲 剩下就是日本和俄国了啊 现在情况之下 日本的情况 可能是最复杂的 日本以后的前途很迷茫 像欧洲 有问题 但是呢 它出路还是清楚了 是吧 降福利 增那个效率 日本的问题啊 比欧洲还要复杂 日本是全方位的问题 那个 首先还是经济啊 日本呢 经济上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它那个 那个 日本那个 老龄化 老龄化 去年 日本 人口 绝对意义上减少了 12年9万人 就是走的老人 就是走的老人和新生业儿 一除 多走了 12年9万人 那个 所以它的绝对人口 在萎缩 然后人口 现存人口当中 老龄化的比例 是世界第一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经济的内在动力 就很差 于是呢 现在日本经济 对中国经济 形成了高度的依赖 那个 我们中国的市场 每年 可以给日本 就是GDP的增长 提供0.7个百分点 那个 就比如说 日本经济去年算不错 三个百分点 其实0.7是中国市场带来的 就是它四分之一的 GDP增长 是靠我们 那个 所以这是日本经济的一个方面 内需不足 高度以来外需很脆弱 还有呢 日本的财政很脆弱 日本看上去有钱 那个 但是政府公共财政很糟糕 那个 现在日本政府欠的钱呢 欠老百姓的钱 是它GDP的 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两倍多 那么 当然日本老百姓很好啊 这个 他们都是挺老实的 那个 对政府很信任 继续把钱借给政府 但是呢 现在有个结果就是什么 就日本政府每个月 每年的开支啊 百分之二十多是还钱的 大家想想 预算里面二十还钱 那剩下的钱呢 就做不了什么大的发展项目了 这是它以后的发展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这是日本的经济啊 那个政治上呢 日本的问题是缺权威 这个哪一个党大家都不信任 原来自民党不信了 现在新的民主党也不信 没有权威 那个 外交上呢 也是找不到方向 去年上半年 有个九三游记夫首相 他是想跟美国保持距离 搞一个东亚共同地 结果被美国人整得够呛 那个六个月不到就下台了 下台以后 现在这个首相 叫简直人首相 这个老兄弟给吓着了 他看前任被整趴下来 被美国老 他就一门心事 投到美国怀里 跟我们斗 然后中国当然脾气比美国好一点啊 那个 但我们也 也有一些反击 所以他在我们这 坦率地讲 他也没有赚到多少便宜 那个 然后后来又跟俄罗斯闹 是吧 所以日本呢 现在那个外交上很迷茫的 那个 所以这个国家以后问题比较大 坦率地讲 那个 怎么走 不太清楚 然后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国家呢 是非常 看上去很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 内部问题是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乍一看 这个国家不得了 地域辽阔 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 然后资源丰富 然后就 国民素质也不错 俄国人当中 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啊 要高于那个美国人口当中的大学生 所以从教育角度来讲 是非常好的 这个国家 资源很好 人力也不错 但是呢 俄国好像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制度老是理不顺 现在他这个经济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没有竞争力 这个国家的经济 这个国家技术是非常好 他的航天啊 深海探测啊 强大的军工啊 都是世界一流的 可是呢 他就是个体制不行 就是没有竞争力 造了东西 一撒大奔出 那个卖不动 又贵 又耗电 那个 俄国现在啊 那个自己 就没有电视业了 他们曾经有过 但是他那个电视老爆炸 那个谁都不敢用 冰箱呢 买一个俄国冰箱 一个是耗电量 你耗不起啊 你们家电费 就是几十倍的增长 还有一个特别响 他家里啊 就是这里的神经 那个 这是俄国的问题 他有人才 有资源 可是就是做不好东西 显然他那个体制不顺 关键呢 就是他的那个 叫竞争性的市场体制 建立的不好 这是俄国的问题 那个 而且在08年 这个金融危机以后 应该讲俄国受到打击非常大 因为他现在的整个经济啊 越来越依靠石油出口 他的整个经济 现在非常像中东 所以美国人现在心里面特瞧不起俄国 美国人把俄国人叫什么 叫一个规模更大的沙特阿拉伯 一个规模更大的沙特阿拉伯 那个 所以俄国现在这两个领导人啊 美德维基夫总统普京总理 现在这两年都在呼吁说 我们俄国人要重新现代化 那个 反正提法很好 现在就看他能落实怎么样 就像习近平副主席 刚在那个求是杂志那篇文章里面讲的 关键在落实 那个 OK 这个 我得快点了 下面呢是 10年国际行事的第五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呢是这样的 就是去年呢 有一批中等强国在世界上群体崛起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现象 这个 一般来讲在国际事务当中呢 国际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什么 是大国 中国美国俄罗斯这种大国啊 然后呢 一般来讲大家不怎么提中等强国 但是 去年呢 有一批中等强国非常出风头 他甚至抢了我们的风头 那个这里面 去年比较突出就是印度 巴西 土耳其 南非 印度这个国家去年经济不错 然后呢 所有的大国啊 都在跟他那个 拉关系 所以在去年这一年 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领袖 全部访问了印度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 头一次出现的情况 所以印度现在自我感觉很好的 那个 然后巴西 巴西经济也不错 政治很稳定 国际 评价也不错 所以巴西现在 闹到两个举办权 一个是2014世界杯 然后2016 这个奥运会 对吧 那么 这个 巴西现在外交上也特别活跃 然后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这个国家 是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核心 以前中世纪的时候 就中世纪后期啊 他是土耳其帝国是横跨欧亚非 是吧 整个北非 西亚 还有 欧洲的巴尔干这个部分都归他管 对不对 土耳其这个国家 曾经是辉煌过的国家啊 那个 这附带讲 土耳其啊 就是我们历史上的突厥 特克特克 就是突厥 是被谁打跑的呢 被那个高中 打跑的 那个 就唐太宗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对打 那个 然后打得不好 太宗很阴雾啊 唐太宗 李世民很阴雾 但是那个时候打不赢突厥 后来他儿子 孙子的两代 次去打 最后打赢了 最后在我们这个北边 就没有突厥人了 就得打到那个西亚去了 是吧 那个 所以 我去过一次土耳其 我在他们那里找到一本历史书 土耳其就坚持认为啊 说我们的根 我们的老家 就在中国长城以北 那个 所以他惦记着这个老家 所以土耳其是这样 就是说 被赶到那边去了 但去了以后呢 应该讲他干得不错 他那个建立起那么大一帝国啊 那个 然后呢 那个 近代他也是给西方给打趴下了 帝国分解了 只留下本土83万平方公里核心部分 那个 然后建立了共和国 实现了现代化 土耳其是所有伊斯兰世界里面 最现代化的部分 做得非常好 那个 但是去年呢 他有个特点 土耳其好像帝国野心又出来了 好像他准备把这个原来的老帝国重新团结起来 开始向东看 这是个新动向 所以他积极参与加沙事务 阿富汗事务 非常积极 然后呢 去年还有一个南非 那个也很突出 南非去年办的世界杯 总体来讲办得不错 所以在国际上现在非常活跃啊 此外呢 还有像越南啊 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 也比较活跃 OK 这个 这就构成了去年国际形势的第五个特点 叫中等强国群体结起 第六个特点呢 是这样的 就人类进入了集团化时代 我这里简化 把它叫做G时代啊 集团化的英文词就叫group group的简称就叫G 这个 是不是大家现在看新闻 经常有什么G20 G7 G4 这个金砖四国 掌望五国 基础四国 新钻石十一国啊 当然还有一个 现在对中美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词 叫G2 未来的世界是两国集团 中美共治 那个G2 为什么这一两年 这个媒体报道 G特别多啊 它的背景是这样 就是由于美国的地位 有点下降 由于新兴国家 包括中等强国群体觉醒 就原来那个结构是在变化 那么变相何方呢 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人的天性都是这样 就是这个时候啊 就要拉帮结派了 或者叫就开始 我的话叫乱论亲戚时代 就是我们俩 找到一点点共同点 我们俩赶紧搞一集团 这个每个国家都想什么呢 就是把我的朋友 我搞得多多的 我的亲戚搞得多多的 把底的空间压得少少的 最后形成的格局 对我很有利 这个 所以所谓的 第六个特点 人类记录 G时代 它后面的背景 就是格局在变化 那么 去年第七个 这个国际形势特点 是这样的 就是去年的全球问题啊 在恶化 但是呢 解决问题的努力 在减少 这是很悲哀的一个特点 那个 去年 粮食问题很严重 全球粮价疯涨 是吧 然后很多国家呢 老百姓吃不起粮食 那个 按照世界 那个 叫冒发 世界联合国 粮食计划署的调查 现在差不多有十亿人啊 是绝对的吃不饱肚子 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其实我们人类 以现在的技术啊 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 是没有问题的 技术上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因为这个价格不合理 运输啊 这个分配等等的问题 竟然导致 今天还有十亿人 生物学意义上 恶肚子 这是非常悲哀的 这是粮食问题 然后呢 这个气候变化 灾难啊 气候变化很厉害 然后导致了 灾难更加频发 那个地震啊 海啸啊 这些东西 还有呢 这个由于失败国家的争夺 导致了像 索马里海盗 大家没出路了 没活路了 老子就做 上山为寇 下海为道 那个 做职业化的海盗去了 那个 然后 还有那个 公共卫生问题 比如说甲流 H&E 禽流感的呢 那个 当然还包括这个石油安全 恐怖主义这些问题 总之 在去年 可以说所有的全球问题啊 都是在恶化 但是 主要的大国 对这些问题 都采取了态度就是 甩手掌柜 不管了 那个 过去有些国家 还在认真地管的 欧洲 美国啊 去年这些国家都不管了 说我家里忙不过来 是吧 我才不管了 那个 这些国家开始推卸责任 有一个表现 就是 墨西哥 坎坤这个地方 开的气候变化会议 大家如果读报的话 应该有点影响啊 就是09年啊 在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 也开了一个 气候变化会议 对不对 那次气候变化会议 大家很重视吧 我们国家去的是谁呢 去的是温总理 美国是美国总统 奥巴马亲自去 那个 所以前年 大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吧 去年就不行了 去年坎坤会 这个大佬 全都不去了 我们国家派了谁去呢 派了发格尔副主任 谢正华 但我们国家还算好的 因为我们叫 县职副部长啊 美国派了一个 叫总统特使 斯特恩 这个老兄啊 其实就一商人 然后呢 被临时 给他任命一个身份 所以这个老兄 在我们的行政序列里面 相当于什么 副部级调研员 这个你看 这两次这个会啊 从丹麦会 到坎坤会 这个人员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变化 就是问题严重了 但实际上呢 各个大国 开始不认真就敷衍 就不管了 实际上就不管了 推卸责任了 所以这构成了 去年的第七个特点 而且这个第七个特点 是不好的 是吧 全球问题在严重化 解决问题的努力在减少 最后一个 去年全球问题的特点 就第八个特点 就是传统的国际热点问题 不禁反退 去年在伊朗核问题 吵得很凶吧 朝鲜半岛事情很多 巴勒斯坦 以色列问题啊 实际上矛盾上升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克什米尔问题 也是上升的 还有苏丹的 达尔夫尔问题 那个总之 就是原来好多 那个老热点问题啊 在去年呢 其实都有一点恶化 它的背景是什么 背景还就是 世界这个老大 不灵啊 原来美国佬 很厉害的时候啊 这些热点问题呢 参与的小国家 都还是有点怕美国佬的 美国佬发一声火 他们就老实一点 往后退一点 去年的情况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佬管不过来了 在家里忙得要死 他管不过来 不会管我了 所以每个地方的小国 胆子都很大 那个 然后呢 那个 偶尔美国跑过来 吼两声管一下 人家不理他 这就是去年的 国际热点问题的情况 OK 这是我对去年 发生的诸多世界当中啊 对最重要的 八个问题的认定 那个提出来 供大家参考 我个人觉得 这八个特点掌握住了 去年 整体国际形势 就掌握住了 那么 谈完国际形势 就是外面发生的事 我们就可以评估一下 我们中国呢 在应对这些事情上 做了一些什么 那个 那么 关于2010年 中国外交呢 实际上评价是两极化的 我们一般网民 都有个印象 说中国外交 去年其实挺被动的 对吧 网民最觉得外交搞得不好 但外交部呢 年终总结说 去年我们外交非常成功 所以呢 看法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试图做一个中间的评价 我用四句话来评价 去年中国外交 第一句话呢 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的外交 基本的政策 方针原则都没有变 就政策是很稳定的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去年外交部 确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去年的外交比平时多 内容丰富 包括首脑外交 去年首脑出访特别频繁 首脑外交 经济外交 比如说我们积极帮助南欧那几个国家的经济危机 经济外交做了很好 然后公共外交 中国现在啊 开始特注重海外形象 搞孔子学院啊 国家形象片啊 搞这些东西 书展啊 还有呢 去年一个大事就是世博会 对吧 我们借助世博会 推广世博会外交 另外呢 年底11月有一个广州开的亚运会外交 那个 所以去年工作做了很多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成绩是不少的 去年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是很稳定的 与俄罗斯关系也不错 与传统的这种发展中兄弟啊 穷兄弟 拉美非洲中东的问题的关系都还不错 第四句话呢 是关键 就是我对去年外交的四句评价 分别是主观的政策很稳定 然后工作做了很多 成绩很多 然后问题很大 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看一看 去年我们外交上具体面临哪些问题 那么我这里列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还就是中美关系不好 就世界是个老大 也就是单位里面的一把手 对中国有看法 想整中国 那个 中美关系去年是双边多边都出了问题 双边关系里面啊 是这样的 一开年 去年一月五号 美国国防部就宣布 那个 实际上我向我们台湾出售 六十三亿美元的军火 是不是 那么中国是很劳火的 我们抵抗 然后 除了抵抗我们中国也 吓唬美国人一下 我们去年是不是一月十一号 搞了一个 展现了一下肌肉 就是我们搞了一个叫 中断反导实验 那个 附带请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们国家这几年了 好像每年的一月十一号都拿出一点看家本领来 下午下午美国老 今年的一月十一号是拿出了歼20 就四台战机 去年是反导 然后零七年是什么呢 零七年是那个大卫星 那个 对全国的军迷来讲啊 好像这个一月十一号成了一个很神圣的日子 不知道明年会冒什么 明年我估计是航母 那个 或者空天飞机 中国现在开始有钱了 有钱以后投入多了 现在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好东西了 一些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我们开始都有了 那个 OK 这题外话啊 总之呢 去年是不是一开年一月五号 美国人就欺负我们了 逼迫我们反击一下 然后 奥巴马建达赖喇叭 然后谷歌啊 这个退出中国市场 批评中国政府管制新闻自由 然后贸易争端 贸易摩擦 是吧 所以去年整个一年呢 应该讲中美关系非常不平静 特别是跟前年跟09年相比 整个是由情转因了 这个变脸变得很快 中国普遍的不适应 是吧 另外呢 多边 就是在争议问题上 美国基本上都是站在我们争议方的那边 钓鱼岛问题 美国站在日本一边吧 南海问题 美国站在越南一边 对不对 那个 然后开国际经济会议 批评我们人民币汇率 知识产权 都是美国人 所以总体来讲啊 去年第一个挑战就是 中美关系由前年的晴天 转成了去年的阴天 由情转因变量很快 而且是双边多边各个方向都出了问题 这是第一 去年呢 我们外交的第二个挑战 就是周边态势恶化 特别是海上出事 那个我们学界呢 把它叫商海同时出事 黄海东海南海同时出事 这个是新中国建立以来 头一次这个情况 以前呢 都是比如黄海出事 东海南海很平静 这个他是分头来的 去年不想啪一下 同时出来了 这个黄海 这个韩国啊 美国借着朝鲜半岛的事情呢 大规模搞军演 航母进来啊 对我们形成某种威慑 东海 这个日本突然在钓鱼岛上 开始闹事 那个 这附带讲一下 去年七月九月七号 这个钓鱼岛闹事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 钓鱼岛这个问题呢 是个争端地区 原来呢 我们中日之间呢 是有一个默契的 这个默契的基本原则 还就是小平同志定的 叫 格子争议 公图开发 那个先格子争议 所以原来呢 在八六年呢 中日之间是有一个 渔业协定的 根据这个渔业协定的 第五款 中日在钓鱼岛发生争端 渔民争端 是这么解决的 就是如果我们的渔民去 那个 他呢 就用他的那个 比较大一点的船了 把我们的这个渔船 推出十二海里 那个 实际上在海上作业的人知道 这个渔民呢 他是居无定数 他是跟着这个渔群跑的 追着渔群打鱼嘛 然后渔群乱跑的 然后他也跟着乱跑 是吧 所以他经常进去 过去几十年呢 差不多 我估计每个月都好几起 我们渔民要进去进去 那么过去呢 按照那个渔业协定呢 只有中国政府 对中国渔民拥有处置权 日本没有权利的 处置他 所以过去的做法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渔民进去了 因为风向啊 因为渔群啊什么呀 反正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日本就会来一个 比较大的海间船 把我们的渔船 推出这个十二海里 他的船呢都比较大 他是那个 三千吨四千吨五千吨 我们呢 渔船都很小 这个两三百吨 所以他比较容易 他就把你推出去了 推出去以后 他就报告他的那个外交部 然后日本外交部啊 就会给我们来一个船针 给我们外交部来一个船针 就表示抗议 说今天几分几分 你们的福建渔船 敏渔 3802号 入侵我领海 我表示抗议 这是过去的情况 过去钓鱼岛都这么处理的 几十年了 去年他 就改变情况 他来五条渔船 把我们的小渔船夹住 夹住就是要扣我们渔船 然后抓人 然后号称要用他的法律 来审判我们渔民 所以这个是 应该讲去年我们反应很激烈 为什么 就日本犯规了 原来我们有一个契约 有个默契的嘛 日本犯规了 所以我们反应很强烈 比如说我们停止稀土出口 断绝高层来往 那个 我们也抓了他四个人吧 那个 日本是犯了一个傻事 那个 在我们外交界呢 大家有一种默契 就是说如果我跟你有争端 然后呢 我实际控制这个地区 一般来讲呢 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 知道吧 因为这个局面对你有利 你控制了以后啊 你一定要尽量让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让全世界都忘掉这个争议 对不对 然后三十年以后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嘛 对不对 这是比较常规的打法 日本是比较少 日本实际上是控制这个地方的 控制这个地方以后 他不应该跟我们闹 所以去年日本呢 在钓鱼岛跟我们闹啊 从战略上讲 可能是不对的 原因不明 那个 我觉得有一个解释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简直人政权啊 不是接替了那个 鸠山游记夫 然后他也知道 鸠山得罪了美国人以后 美国人很整他 美国人整日本政治家 办法是很多的啊 第一个办法就是这个 监察系统和税务系统 就日本战后的政治体系 是美国人帮他建的 日本现在的宪法 最早的文本是英文文本 翻译成日文的 对吧 所以现在日本宪法是 美国人起草的 然后他的税务体系 监察体系 都是美国人建构的 基本上 特别是监察系统 初级以上干部啊 基本上都是美国训练的 所以任何日本政治家 跟美国人一闹 第二天就有案子给你翻出来了 比如说鸠山跟美国人一闹啊 马上就有一个案子找出来 就是他28年前竞选 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 用了他妈妈的钱 他母亲很有钱 然后他母亲捐给他 但是在日本在捐款法上 有一个限制 就是一个人一年 只能最多捐多少钱呢 四万五千美元 你再有钱你只能捐这么多 后来他们家 他为了闹开这个限制 就去搞了一个假的花名册 弄了两千多人 然后两千多人呢 其中一半是死人 一半是没有这个人的 就假的编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 这说起来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个 就是 就是媒体吵了一下 他没有深究啊 去年 鸠山跟美国老一闹 这个就成为一个案子 正式就提出来了 然后那个鸠山后面的 政治支持者 叫小泽一郎 就民主党党首 小泽一郎 其实他是待在鸠山后面 然后美国整他 整了个很 一下他生了四个案子出来 那个 OK 总之呢 就是 就是鸠山跟美国人闹一下 然后整趴下了 半年不到 首相下台 所以现在这个简直人呢 下坏了 下坏了以后呢 他讨好美国人 现在我怀疑啊 他就用我们的钓鱼岛 作为他回到美国人 怀抱的 投名状 你知道吧 就对于 美国人说 你跟我闹 对不对 秀江又想回来 你不表现一下 那个怎么表现 跟中国人闹去吧 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就是 去年东海钓鱼岛问题 出事了一个 一个背景性的原因 那个 另外就是去年 南海也是问题很大 主要是越南这帮家伙 越南印尼 那个 越南印尼 马来西亚 文莱 菲律宾 在这个 我们南沙群岛问题上 他们都在跟我们闹 那个 然后美国就明确支持他们 那个 美国还到处散布谣言 说中国把整个南海 当作他们家里边的 东西 那个 我们中国呢 在南河围上 是有个地方说不清楚 大家看我们的地图啊 我们在南沙群岛那里 画了九段线 这个线是不连着的 曲线对不对 那个 砰砰砰 画了九段线 原来是十一段 然后周中立 削掉了两段 现在是九段线 人家乍一看啊 就认为中国说 把整个南海都 归我们中国了 其实呢 我们也不是这么主张 我们只是说 南沙群岛归我们 那个 这不是整个南海 但是现在 美国就有意识 把这两个东西 混到一块 那个 在国际法上 我们要说 整个南海归我们 那我们是做不到的 这是不合法的 但是说 南沙群岛归我们 我们是有点道理的 那个 那么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越南 印尼 菲律宾这些国家 他们正准备 拉上韩国 日本 跟我们一块 谈那个海岛争端 就把这个问题 国际化 那个 那么恰恰 我们中国是不愿意的 我们就 希望跟他们 一对一谈 一对一谈呢 他们都谈不过 我们中国大呀 人才多 那个 他们现在呢 就准备合起来 跟我们谈 那个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插手 在南海问题上 支持越南 搞得我们有点被动 这是去年外交挑战的 第二块 第三块呢 就是国际舆论的批评 去年国际舆论呢 对我们又有进一步的批评 说中国啊 跟过去比 变得傲慢了 变得强硬了 这个 第四个呢 就是贸易争端 更突出 这个 去年呢 这样的 就是说 人民币汇率问题 那是冯汇壁谈 一有国际会议 大家就批评人民币汇率 而且 现在不是美国一家谈 所有发展能国家都谈 那个 因为 国际货币基金 他们认为人民币 实际的购买力 是三块四人民币 换一个美元 比现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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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贵得多 现在是六块五毛六吧 对吧 他他他那位实际上是三块四 那个 然后呢 IMF这么一定意义 每一个国家都说 说你这个家伙操纵货币 操纵货币 故意压定币值 导致中国货在外面 那价良无美 卖得很好 然后就把 人家越南 印尼 印度的市场都给抢了 那个 所以这个问题啊 现在搞得我们 是有点头疼 但我们现在又不想 一下就升值 这个 所有后进国家 他都有一个阶段 币值压低一点 然后呢 占海外市场 等 海外市场占的比较大了 那个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 改变汇率 但现在还不到时候 那个 但外面的要求已经来了 我们还不准备改 然后外面要求来 怎么办 吵架 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知识产权 去年也是闹得比较凶 现在呀 一开会 外面就批评中国人 山寨能力太强了 现在实际上好东西 不能给我们看到 一看到就有山寨板 价廉污美 造的还挺好 那个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市场准路 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行当 不让外资进来的 他们不满意 然后还有一个焦点啊 就是在WTO里面的法律战 现在WTO内部啊 有一百多项那个法案 是针对我们中国的 这个 就差不多占到整个WTO法庭 案子的百分之七十 那个 最后还有一个新的 这个贸易摩擦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 对外投资啊 不顺利 那个 我们中国现在 除了引进外资 现在我们也开始走出去了 对外投资了 然后现在我们发现了 好的投资机会是不多的 很难找的 我们看中了一些项目 人家不卖给你 这个 OK 这是去年问题的第四块 第五块是这样的 是一个隐忧 而不是显明显的问题 就是俄罗斯动向不明 俄国这个国家呢 对中国实际上 战略上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 现在中国关系很好 对我们整个北方的 稳定都很好 对吧 万一哪一天 俄国要跟我们闹崩了啊 我们整个北方 七千公里的边界 都是不平静的 是不是 那个 所以俄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他去年俄国有一个内在的动向 对我们有一点隐忧 隐忧在这 就是俄国啊 决心在线的话 在线的话 他决心靠谁呢 靠西方 那个 所以去年七月十二号 那个俄国一年一度的 外交时间会议 他们就决定 说未来十年 俄国的外交第一方向 是跟西方搞好关系 那个 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真的他投向西方 对我们挺不利的 不过过去半年 对中国比较幸运的是什么呢 就现在西方很傲慢 不要俄罗斯 俄罗斯想跟他好 他不跟他好 这个对我们造成了机会 这个 而且我们中国现在也注意到 俄罗斯这个潜在的隐忧 所以我们对他现在相当好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热脸 贴冷屁股啊 那不管就是对你好 然后逼着你跟我合作 那个 就趁着西方比较傻的时候 但是呢 这个有点脆弱 就是俄国人内心 还是很崇拜欧洲的 俄国人一直认为说 我的起点是欧洲 我的归宿也是欧洲 那个 他跟我们好呢 还是一个权宜之计 跟西方好是内在的 那个 OK 下面我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去年 我们主观上挺好的 然后客观上会遇到 这么一些麻烦呢 我们分析一下原因 这个原因呢 有三种原因 客观的 中国的 美国的三种原因 客观原因是最主要的 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大国成长的烦恼 中国现在出口啊 世界第一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以很自然 人家贸易的焦点 就对着你了 对吧 另外呢 中国啊 GDP增长太快 那个 一下跃居世界第二 这个时候呢 外界呢 对我们中国心态很复杂 非常复杂 那个我们中国人呢 觉得世界第二 对我生活没什么影响 第一第二 没什么 就是我们的总量 跟我个人生活 没什么关系嘛 所以中国人对 我们混到世界第二 我们很平静 但是 我是研究外交的 我知道外部世界 对这个事情 看得很重很重 那个 然后引起了 非常复杂的反应 我归纳一下 外部世界呢 对中国的这个 迅速崛起 它反应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积极的 第二种是暧昧的 第三种是消极的 第一种积极的态度呢 主要是哪些国家呢 主要是在世界上啊 现在比较受欺负的 混得不好的那些穷国家 都希望中国崛起 非洲 中东 拉美这些国家 都希望中国崛起 其实这些国家 数量挺多的 只不过他们挺可怜 他们没有发言权 没有话语权 他们的声音呢 大家听不到 那个我 我记得是 前年那个 那个 陪我们校长去中东啊 这中东这个金音城啊 开会的时候啊 就跟你谈那种 国际规则啊 什么东西 中午或者晚上 喝了酒以后 私下都说 说你们中国啊 就是超级大国啊 你怎么对美国佬 这么低眉顺眼的 你应该跟美国佬斗啊 我们都支持你啊 他让我们挑头 那个 他挑头是他的 有利益在里面 因为他 他们觉得被美国佬 欺负得够呛 然后有个老兄 跟美国佬打一打 他在旁边看笑话 他们都开心 那个 这是 这是一类国家啊 这是对中国崛起 真的欢迎 当然欢迎 他不是爱中国 而是他从他的利益需要 那个欢迎 这是一种 第二种对中国的崛起呢 是 暧昧态度的 是一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对我们的态度 是很暧昧的 很矛盾 那个 俄罗斯一方面觉得 中国崛起以后 西方对他的压力就少了 战略压力少了 而且他可以打打中国牌 提升他的西方那里的位置 这是一方面 是好事 但另一个方面 俄国人呢 对中国这样崛起 心里也是不开心的 因为六十年前 大家知道我们很崇拜苏联的吧 我们把他们叫苏联老大哥 对不对 但现在显然呢 我们的态势比他混得好 他心里很不爽啊 然后第三种 对我们崛起 实质态度呢 叫消极态度 就是很负面的 就是这个第三种态度的国家 去年给我们外交造成了大麻烦 这就是客观原因 持消极态度的这个国家呢 具体讲下面又分三个集团 一个是什么呢 不喜欢中国崛起的 一个是现存国际持续的 既得利益集团 叫美国 欧洲 日本 这帮家伙啊 他们在现在持续里面是 领导者是吧 吃香的喝辣的 随着中国崛起 他的权威 他的利益是有点下降的 所以他们抵制 不高兴 第二类对中国崛起 非常害怕 不满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周边国家 这个 他的说 现在表现的比较显著的是越南 但实际上越南是一个代表者 他代表了好多国家 比如说整个东盟十国 跟越南其实立场是一样的 加上东盟边上的巴布亚 新几内亚 文莱 东地温 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西边 这个哈萨克斯坦 乌兹比克斯坦 就五个斯坦 历史上我们叫西域 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 也是害怕 然后蒙古 俄罗斯远东地区 朝鲜 韩国 日本 差不多 就是二十多个 那个周边 现在对我们中国啊 都是抱着一个 矛盾的心理 就是 总体来讲是 负面多于正面的一种心理 他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历史上这些国家 都是我们中国的蜀国 附属国 附属国 那个 那么我们的历史记载呢 觉得我们中国对它挺好的 但是这些国家的历史书记载 都是我们中国欺负它 我去过越南历史博物馆 在河内 越南历史博物馆 讲它的历史有两千多年 它说它有两千多年历史 那个 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吹牛的 越南真正完全独立于中国啊 是中国明朝 它其实独立史就几百年 但是不 它说它是两千年 然后呢 它的对外政策部分 基本上全部都是 反抗北方大国的历史 这是越南的记载 那个 只有一个小短板 讲的中越是不错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抗美云越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人是帮它的 但是就在那个小 小版面里面 那个前言 还恶心中国一下啊 那个 就是它有一个小前言 里面讲的什么呢 就是有两千多年 反抗北方大国英勇律史的 越南人民 难道还怕遥远的美国吗 那个 所以整个那个 这个越南是非常典型的啊 但是这个心理呢 周边国家都一样 就是他们总体认为 历史上 他们是我们的蜀国 然后呢 是我们欺负他 然后随着中国崛起 他们都很害怕 他重新回到那个 附属国的位置 回到传统的朝贡体系 那个 OK 这是持消极态度的第二类国家集团 周边 既得利益集团是现在的大国 周边呢 一般是中小国家 还有第三种 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国家是什么呢 就是嫉妒我们中国的 其他新兴大国 这里边啊 包括巴西 印度 南非 土耳其 都有一点这个心理 这些国家是从什么理由 不喜欢我们的崛起呢 他是这样 就这些国家 这几年发展相当好 他们自我感觉相当好 特别是印度 感觉特别好 那个 然后他们 每年都觉得说 今年该我评优秀工作者了吧 结果到年底一评 总是中国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有一种嫉妒心理 主要是诸葛亮 就是 周瑜的诸葛亮 这个心理啊 就是寄生于何生亮 那个 OK 这个 总之世界上呢 有这么三类国家 他们凑到一块 共同 出于不同的理由 不同的角度 他们对中国的崛起 不接受 不喜欢 然后他们三家凑到一块 形成一个 隐隐约约 松散的反华 阵线 反华统一战线 这就导致我们去年 那个外交上很被动 那个 这是中国啊 去年 主观很好 客观 遇到麻烦的 第一原因 客观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因 中国自己的原因 也有很多点 第一个点呢 还是我们 应该讲 学艺不精 我们战略研究界 对中国这么迅速发展 在外部造成了心理冲击 我们估计不足 这是包括我在内 我们搞外交研究的人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中国啊 现在呢 随着国家强大 心态有变化 我们确实比以前傲慢了 那个过去 我们钱多了 我们脾气也见长了 以前能忍得住的气 现在就忍不住了 是不是 这也是客观的情况 那个对美国人来讲 一个去年最好的案例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 就是黄海军演 那个美国佬呢 其实老来黄海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他年年来 而且每年航母都来 那么呢 去年呢 突然我们中国就宣布 不许来了 对吧 那个 弄得美国佬 挺尴尬的 那个 我们解释这样 就是原来不许来 是因为我们没有网民 我们不知道 你爱来不来 我反正看都没看见 现在我有网民了 我们的眼睛是血亮的 然后我们脾气又很大 得谁骂谁是吧 所以呢 他提出来了 我们政府就得反应 就表示抗议了 那个 就从美国角度来讲 中国这方面还是有变化的 态度是有变化的 那个 原来中国是世界上一个良民 一个好公民 老四人 那个低违顺眼的 基本上是心智头上 一把刀啊 忍为上 现在中国偶尔会发一下火的 然后大家知道 老四人发火 是比较震撼的 是吧 中国就属于这种国家 我们觉得很正常 是吧 有脾气说出来 外面呢 就觉得我们开始变得傲慢了 第三个那个 我们内部的问题是 第三方面 这个导致我们去年外交出现困境的原因 是美国原因 美国呢 还得承认人家是一把手老大 瘦死的路透兵马大啊 虽然现在受点伤 权威下降 但总体来讲 他实力还是强 然后他去年 在干了什么事呢 回归亚洲 回归亚洲 对的就是我们 然后他一回来 我们立马就感到压力啊 就是他力量大 那个气场很足 知道吧 他把你身体一战 你感到压力 那个 美国很明确 就是说去年 他把全球战略重点 就放到我们东亚来了 他准备从伊拉克撤军 从阿富汗撤军 撤到哪去 撤到我们中国周边来 那个 然后呢 他现在撤的速度还很快 他认为中国啊 发展太快 而且过去十年 中国在这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扩展太快 美国还有种 时不我待的感觉 赶紧回来 说再不回来啊 地盘被中国抢走了 那么去年美国回来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周边国家的邀请 周边国家都在邀请中国回来 其中呢 有一个国家特别积极啊 就是我们的旁边的华人国家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那个前总理李光耀老先生啊 去年都87岁了 拖了87岁的老落病区 两次跑到美国国会去讲演 然后讲演的逻辑啊 都是一样的啊 那个他讲演很优雅了 我把它通俗化一点 他这么讲 就是说那个 中国发展很快 力量很大 如果再给中国十年的时间 那么中国以外 所有的亚洲国家 挡到一起 打不赢中国 这是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他告诉美国人 说我们这些国家 历史上都是殖民地 我们也没什么面子 没有什么地位的 我们跟那个人家大户人家 小姐不一样 我们都是丫鬟啊 那个谁有钱跟谁跑 谁这种人 那个 所以他告诉 告诫美国老师 中国力量再发展啊 你又不管我 结论是我们十年以后 全部集体投降了 那个 然后后来他说 那个时候你 你美国就后悔不迭了 因为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 最好的地区 那个 美国如果失去亚洲 你的全球一把手 位置也就没有了 因为他这样就说服了美国人 他讲了两次 去年一年 还是在美国国会 重要的委员会上讲的 讲了两次 美国听进去了 回来了 那么结论就是这样 就是种种原因 美国现在回归亚洲 然后立马对我们 形成了战略上的压力 这个 这就是我们去年的 外交态势恶化的 第三方面原因 美国原因 那么综合来讲 客观原因 中国原因 美国原因 合在一块 就是我们尽管 主观上我们很好 很努力 但是客观上的麻烦 是不断的 那个 OK 那么我们就把去年的形势 算总结完了 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 就是对 今年的形势 做一点展望 今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这个 现在展望也不是 完全的展望了 那个今年呢 我们呢 在国际上 可能面临到 这么一个态势啊 一个态势是这样 就是本身中国的经济 会很好 今年中国的经济势头 还是不错的 然后 跟中国在一个阵营的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态势也不错 这个 那么在这个 态势不错的基础之上 这些国家还要做一个 锦上添花的事 什么锦上添花的事呢 就是 这个新兴国家当中 几个大国啊 他们要加强内部团结 然后他们要搞好一个 俱乐部 叫金砖国家俱乐部 那个 2003年 美国有一个投资银行家 叫吉姆奥利尔 他是那个高盛公司的 首席经济学家 他提了一个词 叫金砖四国 就是把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合在一块 那个 他们的头一个字母 叫Brix 相当于 发音 相当于英文的砖头 那个我们把它翻译成 金砖四国 那么 今年呢 我们这些国家 准备进一步的团结 所以我们会 邀请一个新伙伴进来 除了原来的四国 加了一个南非 那个 所以我们现在 变金砖五国了 下个月 4月14号 在那个 海口的博鳌 要开金砖国家首脑会议 那个 我们 我们新华社呢 不叫金砖五国啊 原来四国 现在改五国不叫 我们现在金砖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国家 申请加入 申请加入 那个 一个是那个墨西哥 一个是埃及 这两个老兄啊 他们现在正儿八经 要加入 那个 我们中国呢 也在积极推动 那个扩容 我们中国啊 是金砖国家当中 最大的国家 那个 我们一家的GDP 等于呢 四家的总和 所以中国呢 在里面 实际上呢 是未来 如果成立一个支部的话 我们是这个支部的 支部书记 那个 所以我们是积极主张扩容 但是扩容也不容易啊 因为有几个别的国家 不同意 那个 别的国家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墨西哥 跟中国 现在商量 说扩容 然后巴西立马就找中国 说拉美啊 有我们巴西代表就可以了 是吧 墨西哥就算了 而且他告状了 他说墨西哥这个家伙 靠美国太近 这个家伙是个叛徒 经常叛变巴西能国家的利益 然后埃及呢 埃及 当然现在动乱了啊 政府趋向不明 所以现在要缓一缓 在穆巴拉克的时候 他正儿八经跟我们谈 然后很有意思 他一谈 南非找我们 南非也是这个道理 说那个 非洲由我们南非代表就可以了 不需要第二个代表 OK 这是金章国家 反正是 以后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一批新兴国家 他们要加强内部团结的 这样能把他们增长的经济力量 变成什么 变成政治上的发言权 这个金章国家 我们国家会认真做的 这个俱乐部啊 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真的希望搞出一个 金章国家俱乐部 然后跟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 跟对抗 实际上就分成两块 也不是正面对抗 而是隐隐约约的两个支部 就是美国领导一个第一支部 是吧 七国集团 我们领导一个第二支部 金章国家俱乐部 那个这样的未来的世界呢 就是由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啊 协商领导那个世界 然后里面俩书记是最重要的 这是11年国际形势的第一个动向啊 第二个动向呢 就是那个发达国家里面呢 会分化 现在看起来欧盟国家还是很困难 然后日本原来我估计情况不错 现在因为有个地震吧 今天要差一点 然后美俄的情况会相对好一点 但是这四个相对发达的国家 无论他经济好还是不好 今天都有一个特点 都会跟中国落贸易摩擦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今年的朝核一核问题还会比去年突出 第四个呢是这样的啊 就是在法国呢会开一个二十国集团会 在南非呢会开一个气候会 那么这个在这些会议上谈的问题 叫全球治理问题 全球治理呢 现在会出现一个新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发达国家 从他承担的义务往后退 我们发新兴国家往前走 会出现这么一个态势 第五个今年的动态是这样 全球的反恐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然后反恐仍然是僵持的 第六个就是随着中东出现危机 它会连带着很多新的问题出来 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强 这是今年一一的形势的动向 那么在这个 这些形势发展的前提之下 我们中国外交会做什么事呢 我们外交会做这么几件事 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啊 我们要稳定住 去年这个我们的麻烦很大程度上 就是中美关系不好造成了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怎么办 把中美关系给它稳定住 稳定住我们 所以今年外交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 是不是胡主席啊 去访美啊 是不是 那个 所以我们1月18到21 胡主席访美 而且坦率下来送去一个大礼包 450亿美元啊 送一大礼包 那个 这个对中国有战略重要意义 知道吧 我们中国下面的任务就是 站稳二把手的位置 积极发展自己的实力 等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要创造条件 拿一把手犯点错误 那个 然后就实现权力和平转移 那个 这是比较聪明的那个打法 知道吧 那个 所以今年第一件事 就是搞好中美关系 姿态低一点 都是可以的 这是有战略意义的 那么也做了 做得很好 第二件事呢 是这样 今天要解决什么 防止朝鲜半岛出事 半岛呢 还是不能出事 一出事啊 我们这个东北就乱了 对不对 发展就搞不了了 那个 但是半岛出事的几率比以前大 因为原来半岛的情况是这样 主要是朝鲜在闹事 北方在闹事 是吧 所以网民有一个总结 是谁欺负朝鲜 朝鲜就欺负韩国 对吧 过去是这样了吧 去年呢 韩国就给打击了 知道吧 特别是 11月23号 那个盐冰岛炮战呢 韩国现在同仇敌概 说你再打我老师就反击了 再打了啊 那个 所以韩国急了以后 现在半岛就危险了 原来光是北方闹事 现在南方跟着一起闹 二比一 几率大了一倍 那个 所以我们的利益需要稳定 可是这个地方出事的几率大了 怎么办 所以今年外交要 多费点脑筋 控制住 控制住危机 那个 朝鲜半岛这个地方 我们的基本政策 就是把危机控制个十年再说 现在不能能闹事 就是我们 整体国立上一个大台阶 现在的话完全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呢 那出事我们就有能力对付了 现在坦说来讲 我们家里事要太多 我们现在的话还处在关键的 爬阶梯的阶段 现在那里乱了 干捞我们 还有更恶劣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乱了以后 一定是朝鲜败 朝鲜败呢 重新布局 重新布局呢 我们得承认 目前日美韩三国联盟 力量绝对大于我们 所以那个新的格局 一定是对我们不利的 对不对 那么等到十年以后 那个 当然我们十年以后 也不希望它乱 但是万一真的乱了 那个时候没关系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老大了 这个时候以后 未来的格局 是我安排 对我有利 对不对 所以呢 朝鲜半岛问题啊 现在一个 一个诀 一字诀 叫拖 那个拖到十年以后 那个 第三个 今年外交动向呢 还是要搞好经济外交 这个金庄国家 北京峰会 G20峰会 都是谈那个经济 加强经济合作 搞好外交 第四个很简单 就是要稳定周边 去年那个 我们中国情况不好 其实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美国捣乱 一个是周边国家 跟我们捣乱 对不对 那么我们 今年稳定美国之后 第二个要稳定什么 周边吧 周边呢 就是东盟 日本 中亚 和那个印度 现在应该讲 这个日本 这个大地震 中国这个反应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估计 今年啊 日本这个方向 不会闹事 日本今年应该是 对我们比较老实的 因为他家里有事 再一个 他忽多忽多的 有点良心 对吧 我们中国 真是做得不错的 那个 前面这四点 是今年外交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那么下面三点呢 就是顺势而为 就是延续性的 那个一个是继续稳定 俄罗斯欧洲的关系 再一个稳定 与发展中国来关系 第七个 今年的外交动向是这个 非常有可能 在南非 德班气候会议上 我们中国啊 表现的比去年 要积极一点 原因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刚才讲 全球问题 实际上是恶化的 然后呢 美国老他们在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呢 如果我们中国 是一个有报复的国家 不满足于老二 以后要做世界老大 那你就要承担一定责任 就美国人不管的时候 我稍微管一下 也不是乱管啊 承担太多也不可能 但是比以前 稍微多承担一点责任 我觉得这是会做的 所以我大胆预测 今年德班会议上 中国啊 表现比去年 那个抗空会议积极 主要是 让世界老百姓 有一个希望 所以原来这个老板 是吧 不可靠了 那个 但是局面乱不了 因为未来还有个新老板 那个 所以 这是我对这个 今年外交 这个 动向的 一个预测 那个 那我 我想讲的 基本内容 就是 就是这么 在这边 那我